8分之1决赛的首场比赛率先进行,由阿根廷对阵法国队,作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淘汰赛,两队也是吸引了不少关注,毕竟都是夺冠大热,两队的实力差距也是飞标明显。 差距最小的则是两队后防,作为曼氏双雄的罗霍和奥塔门迪,在名气与实力上,与法国队的乌姆弟弟和瓦拉内并不落下风,然而相比于其他三人的稳健,罗霍的不稳定性,又一次在比赛中展示出来,本届世界杯桑宝利冒了很大的险,才了决定,将罗霍带到世界杯,一是因为罗霍在曼联伤了多半个赛季,表现起伏非常之大。 二是阿根廷中尉也实在是缺人手,相比于华丽的前场,后场实在难有世界级球员,而罗霍也真真正正地展现出其状态的不稳定性。 上一场决定阿根廷能否出现的比赛中,罗霍听伸而出打入绝杀,亲手将阿根廷送入淘汰赛,一时间罗霍成为了阿根廷队的国家英雄,风光甚至盖过了头牌梅西,可以说那球价值千金。 然而本场比赛,罗霍的表现堪称灾难,被法国的前场冲击的狼狈不堪,也正是因为他禁区拉倒姆巴佩,送给法国一粒点球。 糟糕的表现不仅仅于此,作为一支球队的后防核心罗霍一队一队抗处了犯规,根本没有任何能将对方球员拦截下的办法。 作为一名中后卫来说,很多时候都必须保持专注,一旦走神对于一支球队的打击非常大,一个小失误就可能造送球队的好局。 或许阿根停后防的表现糟糕,有一部分中场拦截能力不足的原因,但是罗霍的表现,确实是最大的定时炸弹,而忍无可忍的桑宝利,中场就把罗霍换下,在曼联,罗霍表现起伏更是极其之大,长长一场好一场坏。 而对于快节奏的英超来说漫长的赛季中,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性,况且曼联的打法就是以防守为主,一旦后防失误或者发挥失常曼联胜利的可能性就变得不大,因此罗霍在曼联也不是穆里尼奥最为信任的那个。 而众所周知穆里尼奥今夏已经在考察多个世界级后卫,加上现如今的败力,斯莫林和菲尔雄斯等人,罗霍在曼联的前途也并不明朗,在阿根廷队中,半场被换下已经表明桑宝利对于自己的选择依然有些后悔,或许在阿根廷罗霍前途也已经开始慢慢的黯淡。